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辆继承车从内线车道不断往外侧切 接着直直开上人行道迎面撞击骑在上面的两名骑士 事发当下黑烟弥漫场面触目惊心 撞击力道之大一旁高大的路数甚至硬身被拦腰撞断 墙面瓷砖大面积剥落花圃也凌乱不堪 惊险车祸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 4号晚上9点45分一辆继承车行驶在信义路三段时 不明原因突然冲上人行道 先撞击两名U拜骑士后直到撞上大楼柱子才停了下来 警敲赶到现场发现计程车驾驶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所以抢救人宣告不治 两名单车骑士则意识清醒在运观察 警方指出驾驶没有明显外伤 怀疑在车内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内科欧卡酿货 将报警检察官响眼理清确切死因